大姐,咱爸突然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去世了 嗯,我知道了 咱妈让我转告你,当年你跟父亲吵架,当时就说过活不养死不葬这个狠话 你和父亲没有什么感情,但毕竟死者为大,你都快五年没有回家了,这次你应该回来一趟吧 行,我知道了 大伯和亲朋好友都在家帮忙打理后事呢,妈说办后事的钱,要我们一人一办,一个人出五万块钱就行了 我知道了,你先让妈查收一下,我先把三万块钱先转给她,等明天我回去了,再把剩下的钱给她带上 看到这里的兄弟姐妹们,我有预感,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你今天就要发财了,留下一句八方来财 你在这个冬天必定财运满满,福气连连 第二天一大早,小云就踏上了阔别五年的地方,感觉特别的陌生 但是看到妈妈,她还是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她的视线落在了家里,柜子上摆着一排排的空酒瓶子 我记得很多年前,大夫都嘱咐她不要再喝酒了,怎么还喝那么多 爸爸她什么癖好都没有,就是好喝两口酒,你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了 这一回来就管东管西的,再说了,爸都已经不在了,你就不要再指责他了 我长年都不在家,你跟妈照顾爸爸也很辛苦了,我很感激 虽然我没有说话的份,但是我还要强调一点 弟弟,我每个月给家里还转五千块钱呢,那是给家里用的 你可别忘了,在我们这偏远的小县城里,平均收入不到两千五百块钱 有几家一个月可以拿到五千块钱的补助呢 弟弟听到姐姐这样说,顿时愣住了 他很奇怪,以前那个直肠子的姐姐,今天怎么变得秀里藏针们呢 小云在大伯身旁,大伯是家族里主事的,红白喜事都由他来主事 大伯,这些钱是给我爸办后事的钱,我妈说了,我跟我第一人一办,这两万块钱 再加上我昨天给我妈赚了三万块钱,总共是五万块钱,我这一份就齐了 大伯接过钱,看了看母亲,母亲觉得有点不安,于是就说 好的,他大伯,你赶快记上吧 于是大伯打开了记账本,网上面写了一行子 小云看着那个本子上面,弟弟张小马后面却是一片空白 他心里感觉不对劲,后天就要出遍了,弟弟的那份钱怎么还没有到账呢 就在这时候,小云比他小两岁的男朋友打过来电话 小云,今天我工作做得非常好,也特别的开心 下班我过去接你,请你吃大餐吧 我临时请了丧假,今天一大早我坐飞机回到了老家 这是怎么了,谁去世了 是我父亲心脏病,没有抢救过来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好陪你一起回去处理啊 没事的,你来了也不懂,我们老家的这些事情,我都不太懂 都是听他们长辈的安排吧,就这样吧 我当时走的时候比较急,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我还没有安排好呢 我先打两个工作的电话 行吧,小云打完工作电话转身回家 可是推开门的时候,却听到了张小马说 我姐的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她还在那打工作电话,还真能沉得住气啊 看来就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呀 不像我,虽然是个男孩子 但是我父亲去世了,我就知道哭,脑子也很乱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都得麻烦长辈们了 说这种好听的话,是张小马的拿手的好戏 大姑也顺势说 当年他们父女俩吵架,当时都把菜刀拿出来了 估计这个丫头记性比较好,还在记恨大哥吧 小云站在深秋冷风里 回忆起那次导致他们父女俩恩断一绝的事 她在大四十夕租房子,被一个黑心中介骗了钱 身上实在没有钱了,想和家里拿一点 爸爸当时一分都没有给,还破口大骂的 可是刚好弟弟要买游戏机 几千块钱父亲毫不犹豫地就给了 小云质问父亲为什么,父亲当时想都没想 你一个丫头骗子,你能跟他比吗 是啊,从小到大,自己就从来没有比过小马 想到这儿,小云推门进去 天气太冷了,我今天晚上去酒店住 明天早上我就再回来 行吧,小云,你的房间长时间不住 确实比较阴冷潮湿一些 要不你就跟妈在一张床上挤一下吧 出去住酒店,让人看见不像话呀 有什么不像话的,就让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们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也不在乎 小云说完,头也没回地走了 背后传来一声叹气 这孩子的脾气可真酱呀 真的是白痒了那么多年 第二天早上,小云在酒店吃过了早餐 然后回到了家里 小马和母亲,姑姑还有大娘她们正准备吃早餐呢 张小马看到姐姐赶紧捂住了嘴巴 大姐,我忘记给你准备早餐了 小云,姑姑这碗粥还没有冻 我就分你一半吧 不用了姑姑,我在酒店的时候已经吃过了 这种不给她留饭的小把戏 小云早就已经习惯了 上高三那会,下碗自习的时候总是鸡肠碌碌 小云就告诉父亲 晚饭能多做一点,给自己留一点 可是当张小马帮忙收拾碗筷时 就把剩饭剩菜都倒了 第二天晚上,做的是张小马最爱吃的 她全都吃光了 第三天晚上,留的是一碗清澈见底的稀饭 从那开始,小云就再也没让家里人给她留过碗饭 大家都在用餐 这是门铃响了 小云去开门 看来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男朋友 小云瞬间就变脸了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的 难道你忘了曾经你用我的账号 给家里买过东西吗 我按这个地址就找过来了 这些都是我给你们家里人买的礼物 我想你现在是特别需要我的 所以我就过来了 你跑来干什么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这里不需要你 生老病死是人生大事 我问过我父母身边的朋友 他们说这种事情我应该出面的 你问那些人有什么用 这是我家里的事情 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小云和男朋友正在争执 这时候母亲走了出来 小云呀 这个人是谁呀 这位是我男朋友王浩宇 阿姨你好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初次见面 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请你谅解 哎呀 你这个孩子可真懂事啊 赶快进屋吧 小云罕见地看见母亲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从上学到工作 母亲对小云的事情 很少表现出满意 所以她略显惊喜 看着母亲和王浩宇聊天互动 母亲还擦了擦眼泪 浩宇啊 看到我闺女 找到你这么好的男朋友 她父亲死也瞑目了 临终前 她父亲还说 两个孩子都没有成家 有点不安心 阿姨 你就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小云的 听到父亲在弥留之际 还提到过自己 小云感觉有点意外 晚上八点 她让王浩宇 跟她一起回酒店 母亲却说 小云 你就让王浩宇一个人去住酒店吧 你还是回家住吧 毕竟你们没有结婚 和男朋友住在一起 而且还是在你父亲的丧事 行吧 大概是知道 父亲临终前念过自己 小云此时心软了 晚上 小云问母亲 妈 我父亲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你和王浩宇说 我爸念到过我和我弟了 你父亲走得匆忙 啥都没有说 那是我跟王浩宇 说一些客套话而已 小云听了胸口一阵疼痛 脑子嗡嗡作响 自己感动了几个小时的临终一眼 原来都是假的 小云啊 王浩宇是个好孩子 你一定要和他好好谈呀 嗯 你说什么呢 我说了 王浩宇是个好孩子 你配不上他 你要好好对他 你别和他乱发脾气 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改改你的臭脾气了 该结婚了 妈 你说我配不上王浩宇 那你告诉我 我哪里配不上他 就你这个臭脾气 你都不觉得你自己有问题吗 你是我的女儿 我可以宽容你 但是梁白开那么好 错过了下一个 不一定比她好 在爸妈心里 自己永远都是有缺陷的 这一刻 小云决定了 等仪式结束之后 她立马就回深圳 永远都不再回来了 在大伯的主持下 葬礼很顺利举行完毕了 临走时 母亲和大伯 在那里嘀嘀咕咕一阵子 然后说 小云呀 后面还有头七 三十七 七十七各种仪式 你离得比较远 还要工作 你就不用回来了 虽然后面都一切从简那三场 但是也要百三四十桌的菜 小云 你就再拿三万块钱来吧 母亲眼神飘忽不定 小云感觉哪里不对劲 一个小县城办个丧事 要花十几万吗 她突然想起那天本子上 张小马名字那一栏 后面是空白的 于是她抓起账本 跑进了卫生间 把门反锁了 她打开手机 开始录进 小云没猜错 父亲的葬礼到目前 花了不到四万块钱 她就出了五万块钱 可是母亲担心 后面的事情资金不够 于是又和她要了三万块钱 录完后 她打开门 迎接自己的 却是母亲那双愤怒的眼睛 张小云 大人的记账本 你拿上干什么 你还乱翻什么呢 我首先是成年人了 其次 我花了钱 就有权利看账本 再说了 母亲 你应不应该解释一下 你说 我跟我弟弟一人一半 可是为什么弟弟张小马的 那一半没有出呢 他出了 为什么说他没出呢 那为什么账本上没有记录呢 可能大概手写的本子上有纰漏 回头再让他补上就行了 但是 你乱翻家里的东西 就是不应该 你果然是我妈 嘴真硬 心也很 好呀 照你这么说 我和张小马 总共拿了十万 葬礼只花了五万 那五万块钱去哪里了 难道是大伯手脚不干净 随后 小云把目光落在了大伯的脸上 语气冷冷地说道 大伯 您得高望重 不能看我们孤儿寡母的 就好欺负我们呀 母亲被小云的话 气得浑身直发抖 又不能说出来 事关清白 大伯也气急了 拍桌子怒吼道 张小云 你不能污蔑大伯啊 我就和你说实话吧 张小马根本就没有给钱 你弟弟他有编制 端铁饭满的工资低 你在外企工资比较高 再说了 你弟一直在老家照顾你父母 你长年在外 多出一点钱怎么了 何况你们是亲姐弟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算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你说的没错 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让谁看 不说家里和谐呢 可是为什么一开始 就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出来吗 就由我这个姐姐 独自承担所有的费用吗 我出了大头 张小马出了小钱 这个事情就掩盖过去了 可是偏偏她连一个零头 都不愿意出 还让我发现了 大娘也感觉 这是做得有点不光彩 说的 弟妹 你也真是的 咱们老家给老人办事 老大出多一点 也要摊开来讲明白啊 你这么藏着掖着 难免小云不高兴了 小云啊 你弟他还小 你这个做姐姐的 就应该多承担一些 大娘 我提醒你一句 我就比张小马大一岁 我就大了吗 就在这时候 张小马流着眼泪说的 爸爸尸骨未寒 姐你就跟我算账了 你还顶撞妈妈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如果掉几滴眼泪 就能省下几万块钱 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呢 你买一套衣服 就几万块钱 你根本就不差钱了 能不能别在这里 丢人现眼 等会礼钱清点完了 我给你补上就是了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这还是一笔收入呢 妈 假如我不这么一闹 你是不是就不会让我知道呢 妈 你真以为我的数学 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我出了五万 你收的礼金大概有好几万 这张小马还是一分都没有出的 这就叫一人一半吗 妈 你想一碗水端平 可是这怎么能端平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要不要听一下 围观的亲戚朋友 街坊邻居都看着小云 等着她的建议 弟弟 你看这样行吗 下次妈妈她举行仪式的时候 你就不用通知我了 你自己操办好不好 我来负责给爸爸掏钱 你就负责给妈妈掏钱 这样才公平吗 这才叫一人一半 如果你实在不想出的话 你可以诚心地在我面前多哭几声 如果哭好了 没准我还一心软 爸妈的钱也替你出了 话音刚落 母亲就怒视着小云 张小云 我真的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女儿 竟然敢咒你妈死 亏我还把你辛辛苦苦养这么大 对 你是生我养我了 但是你欺骗了我 我就不能有怨言吗 小云又对着张小马 鼓励地笑了一声 对 你可以放声大哭 可以提前练习一下 加油 说完又对王浩宇的 王浩宇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走吗 但出乎意料的是 王浩宇并没有搭理小云 而是对小云母亲说的 阿姨 你先消消气 小云她就是刀子嘴斗抚心 等我一会儿 我好好劝劝她 让她过来给你道个歉 小云是怎么也没有行的 王浩宇竟然在面对黑白是非 都很清楚的情况下 还希望自己给母亲道歉 小云再也没有理会王浩宇 直接就往门口走 王浩宇赶快追上去 拦着小云 小云 你先不要发小孩子脾气了 阿姨已经失去了丈夫 而你失去了父亲 你们现在应该是 相互扶持对方的时候 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实在是太伤人了 别闹了 赶快跟我回去 跟阿姨道个歉吧 王浩宇 你能不能摆清你现在的位置 你只不过是我的男朋友 而且我们现在谈了不到三个月 哪怕你是我老公 你也没有权利 管我和我父母之间的事情 何况你根本就不清楚 我跟他们的过去 你只看到他们现在很难受 你从来不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小云 可是天底下没有完美的父母 阿姨有错 我们也可以指出来啊 王浩宇 我这辈子最痛恨别人说这句话了 你生在一个和谐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你根本就不懂我的苦 我也没指望你懂 但是请你尊重我 别怀疑我的决定 行吗 王浩宇 我们俩三观不同 再相处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只会给对方增添烦恼 我们两个分手吧 小云 你怎么这么不懂好赖呢 分手是随便说的吗 我满心满眼都是你 我千里迢迢地跑到这里来 又是买礼物 就是想帮你把礼数都做到位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还需要阿姨的祝福 我这是帮你缓解家庭矛盾的 别不懂好赖啊 是的 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全都对 时间精力你是没少付出 可是你没发现 从头到尾感动的只有你自己吗 小云话说完 拿起手机就给王浩宇 转了三万块钱 我不想欠别人的 这是给你的 路费和你买礼物的花销 我现在都给你报了 说完 小云就回了深圳 从此以后 王浩宇给她打电话 她从来都没有接过 闺蜜们知道她和王浩宇分手了 每个周末都带她出去玩 就在这周末 小云被拉去参加一个校友聚会 本来以为只是单纯的女生聚会 但是到了地方 放眼望去 全都是清一色的男生 你快看看吧 小云 这里面可是百花齐放 各种类型都有 你自己好好挑去吧 还是算了吧 姐妹们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对于要和另一半发展亲密的关系 我暂时还有点比较排斥 我们还是缓一缓再说吧 好吗 你也知道我父母 小云 你是你 你父母是你父母 做错事的事 他们又不是你 干嘛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 不值得 小云正和闺蜜 在聚会那边拉拉扯扯 没想到离他们不远的路口 也有两个男生在争执着 兄弟啊 你这也绷得太紧了吧 你适当的放松放松好吗 我很担心你想不开啊 行了 你就别在这里跟我耍嘴皮子了 我就是喜欢单身 我现在想回去 这句话很耳熟 小云和闺蜜都相识一下 然后闺蜜就拉着他 打得方方的走了过去 问道 你们是不是 也是来参加里面那个校友聚会的 两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就点了点头 刚好我这个朋友 也不喜欢那种场合 这边打车不容易 能不能麻烦你把他送一下 没问题 可以的 就这样 小云坐上了顾志强的车 路上交通比较堵 走走停停 小云很快就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车子已经停下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我睡着了 没事 我看你睡得比较香 真的没忍心打扰你 你家在哪里 我好继续送你 真的谢谢你 不用了 我坐地铁回去就行了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小云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他大姑打过来的 张小云 你不能对你母亲这么狠心呀 他现在要换房子 这个钱你必须得出 大姑的这句狠心说的咬牙切齿 就连旁边的顾志强都听到了 眉毛也不由地挑了挑 小云对顾志强点了点头 然后就走了 自从上次打闹完 小云就断了家里的月工 就在这期间 母亲和张小马打了无数个电话哭诉 小云也没有理他们 直接把他们的联系方式拉黑了 日子总算消停了几个月 可是现在又让大姑打电话来 说是要买房子了 大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母亲现在年纪一天比一天大 腿脚也不太灵活了 那个旧楼房实在是太高了 爬上爬下不方便 万一老人家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 打个120都上不去 所以就想换一个带电梯的房子 现在家里那个旧房子 还可以卖60万 但是要买带电梯的房子 还是差了一点 你跟你弟弟一人再拿20万块钱 你先别担心 这次你母亲她会给你打借条的 小云趁这次机会 想跟家里彻底断绝关系 但是直接断绝关系 又有点不太妥当 还是需要重新计划一下比较好 我妈看的那套房子是几居室的 是两居室的 两居室的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我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 怎么能住得下呀 更何况小马结婚之后再有了孩子 一大家子人那么多 住在一起也太挤了 这不行 我看还是一步到位 直接买一个三军式的比较合适 反正首付都够了 小马的攻击金也比较高 还贷的时候也比较轻松一些 小云 你可真是好孩子啊 不愧是做姐姐的 这么大方 你母亲可是要享福了 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 给你妈说一下 故意让母亲和弟弟 买超出自己经济能力范围的房子 这是小云的第一步计划 至于另一部分的计划 是需要一位医生朋友配合一下 她的闺蜜推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兄弟 说医生很年轻 又是某三甲医院特聘的医生 于是第二天 小云就把他约了出来 你好帅哥 原来是你啊 没有忘记我吧 那天是你把我送回来的 原来你是一名医生呀 真的不好意思 上次我走得比较匆忙 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张小云 你好 我叫顾志强 我今天约你见面 是想让你帮我提供一下医学方面的知识 你可以帮我吗 我可以给你按小时付费的 那你说来听听 有没有这样一种病 特别的费钱 是医保都不能报销的 也治不好 但是也不坏的 你这个问题很刁钻 也引起人的遐想 小云女士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可是实话也许太 顾志强转身就准备走 小云立马叫住了她 行吧 我就告诉你吧 是这样子的 我是想用这个假病来欺骗我家人 我母亲和我弟弟一直和起伙来 算计我的钱 所以我想骗他们说 我自己得了一种特别费钱的病 让他们最好离我远一点 我知道我自己这个计划有点荒唐 但是没有关系 你拒绝我 我也不会怪你的 没想到顾志强淡淡地说的 你这件事 我可以答应帮助你 但是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风险 我不会让你难做到 我不需要开什么病例 或者是开什么药品 我只需要能糊弄过我的家人就可以了 至于费用吗 可以 那我希望你也可以能帮我一个忙 就算咱俩这样可以互相抵消了吧 那你说说看吧 我能帮你做什么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们家这本经也不好念了 需要找一个人来帮忙糊弄一下我的家人 我希望你能假扮一下我的女朋友 能陪我去见见我的父母 我的原生太家庭情况 跟你的也差不多 好的 没问题 没过两天 张小马就跟母亲 把现在住的那个旧房子卖出去了 也交了新房子的订金 也装模作样地约好了交首付的日子 可是到了交钱的那一天 她却挽起了失踪 打电话也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谁也都找不到的 母亲跟弟弟都发来了消息 小云 你自己的房间 想要装成什么样的风格 之前你的房间也太小了 这次妈给你留一个最大的房间 大姐 你是不是后悔了 姐 其实你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拼 你也挺不容易的 一下子让你拿出这么多钱 来给妈买房子 你肯定会犹豫的 这是人之常情 你一定要放心 家里永远都有你的位置 为了我们温馨的家 一定要一致坚定 弟弟发这些消息的时候 顾志强就在小云旁边站着 他瞟了一眼小云弟弟发来的消息 顾志强冷冷地笑了一声 不错 姐弟情深啊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他吗 都26年了 要回心转意的话 怎么偏偏 在这个结果眼上 和我说好话呢 鬼才相信呢 顾志强一向冷漠的眼底 居然闪过一丝丝暖意 从小我父母就偏心我弟 到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地步 现在我父亲没有了 我妈继续在算计 现在他买房子 如果我如约给他们付了首付 那么我就相当于出了这套房子的 40%的钱 可是他们连我的证件也都没有要 只要半产权签合同 才需要你的证件了 这说明他们压根 没有给你这个份额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收网啊 现在火候还差一点 既然他们联系不到我 但是他们那套房子的首付 60万的缺口 他们还得要想办法补上 如果他们想买 他们就必须养着牙去借钱 不免的话损失也不少 张小马的胆子大 好面子 在他的记忆里 只要自己闯下的货 总会有人给他上后道 所以他会去借钱 补上那个缺口 我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恰好点 等着他们把首付交完以后 我再飞回去 把这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行 希望你的一切顺利 估计母亲和弟弟 把首付的钱都交完了 小云就回了老家 张小云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们现在都把首付 都交清了你擦回来 你在深圳根本就没有挣到钱 对吧 你就是一个大骗子 害我以为你很有钱呢 能帮衬家里 最后还不是我和妈挺着脸 求爷爷到奶奶的 四处借钱 才把首付凑够 母亲虽然很生气 但是姜还是老的了 她沉着气说 小云 你赶快把卖六十万给补齐 我们去把钱赶紧还上 你们自己买房子 房本上都不加我的名字 凭什么让我给你出钱呢 这次我回来不光不出钱 我还要要钱呢 家里的老房子是父母的共同财产 总共卖了六十万 除去母亲的那一部分 还有三十万呢 我跟弟弟一人一半 一人分十五万 麻烦你把那十五万块钱转给我 张小云 你个不孝子 我现在还活着呢 你现在就要来分家产了吗 这一次 焕小云开始掉眼泪了 她边哭着边说的 我可能没多长时间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病 需要进口的药物来维持生命 一个月光药费就要五万多 小云随后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小票和病历 这就足以糊弄一个外行的人了 妈 弟弟 你们不会不管我吧 母亲眼圈一红 跌跌撞撞哽咽地说的 我那可怜的孩子呀 命运怎么会这么捉弄人呢 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呢 我的女儿啊 不用怕 就算妈砸锅卖铁 也要为你治这个病 妈 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就算砸锅卖铁 也要为我治病吗 那咱们把合同取消了吧 大姐 这可舍不得呀 你现在不能拖累 我和妈呀 合同怎么能取消呢 你想让我和母亲睡大街吗 再说了 还得赔一笔违约金吗 那我们可以和房产公司协商一下呀 少赔一点违约金 然后再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能够住就行了呀 大姐 你就放心吧 如果你不在了 我还可以照顾妈 万一到时候人也没有留住 钱也花没了 母亲顿时就醒悟了 面露男色 小云啊 你弟说的很有道理呀 有没有一种便宜点的药 效果是一样的 进口药那么贵 也不一定好呀 小云听到母亲这么一说 故作难过的转身就往外面走 打开门 刚好撞见了大伯和大娘 小云呀 刚知道你回来了 我就跟你大娘就赶过来了 大伯大娘 我现在就要回深圳了 怎么又和你母亲吵起来了 你们母女俩有什么矛盾解不开呀 大伯来给你们调解调解 随后小云母亲把事情说了一遍 得知真相后 大娘心疼地说道 小云啊 你这怎么会病成这样呢 弟媳呀 你们家现在这种情况 还是不要换了 房子按揭的压力那么大 还是把钱留给小云治病吧 母亲满脸惆怅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候张小马说话了 大娘 我大姐这个病一时半会儿还治不好 她要是想回来养病的话 这个房子还可以住呀 小马呀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呢 她可是你的清洁呀 是房子重要还是人重要呢 小云假装绝然而些大度地说道 妈 弟弟 你们就放心吧 我是不会拖累你们的 我们亲人的缘分就这么断了吧 我谁也不靠 就靠我自己 活到哪天就算哪天吧 小云把话说完 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门 她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 她以这种方式和家里人断绝来往 谁会埋怨她呢 回到深圳 小云忙于工作 也没顾上感谢顾志强 这天顾志强突然联系了她 请她周天一起回一趟去 早上顾志强来接她 几周没见顾志强 她的面容有点憔悴 顾医生 要不交代一下吧 去见你的父母都需要演点什么 你只需要霸气一点 尖酸刻薄一点 最好是把他们气得无话可说 看来我很符合这个角色 对于这些事情 我都是信守拈来 保证能完成你的任务 要不要赌一把 他们要是能说出来话 就算我输 行了 你想赌什么呢 那就赌一顿海底捞 行 这个没问题 我先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成员 从小我就没有妈妈 父亲就给我找了一个后妈 他们又给我生了一个弟弟 现在在国外读书 他们现在两个人都退休了 小云听顾志强简单的介绍之后 就猜到 他在家里的家庭地位不怎么样 顾志强父母住在郊区的别墅里 房子装修都是统一的风格 院子里种着花花草草 还有蔬菜 还养了一群鸡鸭 一副田园的生活 好漂亮啊 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我们等会再看吧 吃饭的时候 偌大的桌子上摆着四个蔬菜 小云 听说你要过来 阿姨忙了一上午 你看这些土豆啊 黄瓜呀 西红柿呀 还有这些青菜都是阿姨亲手摘的 可新鲜呢 你赶快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年轻人不要一天天的光吃大鱼大肉 要学会养生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对吗 小云看着顾志强的后妈 这是故意使坏的嘴脸 又看了看顾志强 于是就说道 伯父伯母 我大胆冒昧问你们一句 你们都是信佛的吗 不吃肉光吃蔬菜吗 不 不是的 阿姨觉得吃蔬菜比较养生 所以 那行吧 那伯母 我想点一点外卖 你不会介意吧 我这个人吗 一顿不吃肉 就感觉特别的难受 小云说完 拿出手机 火速的下单点餐 十多分钟后 三份外卖都到了门口 门铃响一次 顾志强的父母脸色就变一次 外卖都送起了 小云就叫顾志强去厨房 帮她装好盘子 怎么样 我厉害吧 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那个后妈招数可多了 果不其然 吃完饭之后 顾志强的继母 就叫小云去厨房洗碗 伯母呀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去过厨房 我也不会洗碗呢 还是叫顾志强去过来洗吧 不行 他们父子两个都好长时间都没见面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 就让他们好好聊聊吧 这个厨房吗 就是女人的领地 男人进来也不合适呀 于是小云故意端着盘子和碗筷走进了厨房 手一抖就把所有的盘子和碗筷都摔到了地 继母立刻尖叫了一声 两个大男人立刻冲进了厨房打扫残局 小云一不小心就把手指头划破了 我先带她去包扎一下吧 很快的就处理完了 小云 你的演技不错吗 为了做足戏 就连手指头都牺牲了 没事 顾医生 你也不错吗 我看火候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撤吧 我那个后妈恐怕快要绷不住了 果不其然 在回去的路上 顾志强的父亲打来了电话 电话是开着免提的 儿子啊 这个姑娘实在是太差劲了 又懒又馋的 还没有眼力尽 赶快跟她分手吧 我们家可不要这种儿媳妇呀 伯父 你不喜欢我不要紧 有顾志强一个人喜欢我就够了 他现在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你难道就想把他拴在裤腰带上管着吗 你就省省力气吧 你是拆散不了我们的 有这些功夫 你还不如去问魏姬 娇娇花呢 顾爸爸听到小云嚣张地说自己 连忙挂断了电话 顾志强实在没有忍住 笑出声来 哎呀 幸亏我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 要不然这回我该会气死的 分分钟会扇你耳光的 还会踹你两脚来解气的 顾志强不笑了 小云感觉自己说话有些太鲁蒙 连忙道歉 没关系的 感谢你今天能帮我这个忙 我那个后妈就是见不得我好 不管我做什么 她都会出来干涉我的 就是因为她儿子不如我 她处处害怕我抢她儿子的风头 总是出来打击我 那你父亲为什么不管你呢 他可是你亲生父亲呀 小云突然停了下来 她何尝不明白呢 顾志强和自己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有很多的无奈 你明天有没有时间呀 怎么了 还需要我帮忙吗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是在打赌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好的 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海底捞 环境很不错 第二天早上 小云被发配到工地上去见客户了 完事之后直接来见顾志强 顾志强大概也是刚下班 两眼无神 脸色有点苍白 今天上班是不是挺累的 是啊 我也挺累的 那我们就不要说话了 直接吃饭就好了 两个人很快吃掉了几大盘牛肉和蔬菜 这个时候 顾志强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接起电话 脸色突然大变 有紧急情况 我现在立马要回医院 顾志强就这样急急忙忙的走了 账都没有结 还是小云自己结的饭钱 没过几天 顾志强联系了小云 上一次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下午能不能请你吃一顿饭吗 就当做我赔礼道歉行吗 好的 没问题 下班高峰期 汽车拥堵的厉害 稍微一走神 小云追尾了 对方司机骂骂咧咧的走了下 一看原来是王浩宇 看见王浩宇没有什么 他旁边的女人却大声吼道 我说你会不会开车呀 我们走得好好的 你怎么就追尾了呢 竟耽误我们家的正事 实在是不好意思 如果耽误你们的时间 那我们可不可以私聊呀 反正王浩宇也有我的微信呢 女人疑惑地转过头看向了王浩宇 王浩宇无奈地说道 姐 这就是小云 这就是你追了几千多公里 然后还被别人甩了的前任呢 赶快报警吧 咱们王家可不能受这种冤枉气 看来今天这件事 一时半会还是解决不了的 于是小云给顾志强打了电话 顾志强 今天的饭取消吧 路上好像出车祸了 你开车小心一点 嗯 那就是我呀 什么 你等着 我马上就过来 十分钟后 顾志强来到了现场 张晓云 我们这才分手几个月 你就谈了新的男朋友了 你这换男朋友速度 比换衣服还要快呀 连自己亲生母亲都骂的女人 能好在哪里呢 小伙子 我看你一表人才 素质也挺高的 赶紧离这种女人远一点吧 跟着她都倒霉 麻烦你们两位搞清楚状况 我不是过来主持公道的 我是给小云撑腰的 小云当时鼻子一酸 感动的都要哭了 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连自己的父母 都不曾给过自己 你不要在这里听他们胡说了 你赶快坐到车里面 等着交警叫你出来签字的时候 你再下来吧 真的谢谢你 你只要不心疼 我骂你前男友就行了 小云当场被逗笑了 你要替我狠狠地把他骂一顿 然后我就改天请你吃大餐 小云和顾志强第三次约饭 也没有吃成 吃到一半的时候 小云就被公司领导叫去加班了 我现在送你过去吧 饭我们下次再继续吃吧 到了小云公司楼下 都这么晚了 你们公司没有几盏灯亮着 你自己上去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了 可是我也没办法呀 刚好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看 不介意借用一下 你们公司的灯光吧 于是顾志强就坐在 小云旁边的空座位上 认真地看见了资料 等小云忙完 回头看到顾志强已经都睡着了 顾志强平时的时候 眉头都拧得紧紧的 就连睡觉也是一样 小云忍不住用手摸了上去 想帮他摸平 就在他手即将碰到的时候 顾志强突然醒了 小云的心脏乱跳 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顾志强一把抓住他的手 把他拉入怀中 你是不是对我也有意思 对吗 难道你忘记了吗 我们是假扮的男女朋友呀 我想把假的变成真的 这样可以吗 那行吧 大部分人谈恋爱 是从完美到缺点的一点点暴露 而他和顾志强刚好相反 都是从缺点到完美的加分 小云发现顾志强除了能做手术 还会做一手好饭 会弹钢琴 还健身 他们正式交往一年之后 小云就跟顾志强领了结婚证 两个人齐心协力地买了一套房子 两个人相拥在露台上 落着透过云层缝隙抓了嘴 洒下了金光 最后结局还是美好的 相似经历的两个人 终于找到了彼此的归宿 宝贝女儿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大别墅 喜欢吗 而且这里离你们学校又近 以后你就住这里吧 爸 这太豪华了 会影响我简阅朴素的校园女神人设 我还是住宿舍吧 一个月后 学校社团来了个学妹 她说别墅是她的 还说她爸是首富 看着又土又丑的学妹 婷婷陷入深深淳思 婷婷在他们大学的艺术社当社长 艺术这个东西讲究天分 婷婷不想让别人觉得 她是人民币玩家 所以她没告诉过任何人 其实她爸是首富 原本婷婷好好披着马甲当女神 顺便和帅气又上进的男朋友 谈谈恋爱 突然有一天 一个又土又丑的学妹 被人簇拥着进了社团 我告诉你们 我爸可是首富 你们把我伺候好了 以后少不了你们好处 婷婷第一反应 首富换人当了吗 直到她亮出手机里 婷婷老爸顾志强的照片说 我长得像我爸 婷婷彻底猛了 连忙发信息质问了她爸爸 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妹妹 婷婷的爸爸 用祖宗十八代诅咒发誓 她就只有婷婷这一个女儿 婷婷才相信了她 你爸是顾志强 没错 我是她唯一的女儿 叫顾静静 听到她大言不惭 婷婷的火气腾腾腾地往上梦 心里想到 顾志强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她自己知道呢 但婷婷并不打算立马戳穿她 想看看她冒名顶替婷婷 到底想要干什么 顾婷婷学姐 让静静进社团吧 静静说 这周末可以让我们 去她家的大别墅烤肉 行 把学生证拿来 我登记一下 顾婷婷把手伸向顾婷婷 顾婷婷有点犹豫 但还是把学生证交给了顾婷婷 顾婷婷翻开她的证件 看到籍贯一栏赫然写着山东围城 顾婷婷纳问 首富不是江城人吗 你的籍贯怎么是山东围城 顾婷婷反应很快 毫无破绽 我家祖籍是山东的 只是目前定居在江城而已 听到顾婷婷这么说 停停息讲 什么山东 我家祖籍就是在江城 她这是笃定了 没人会真的去查 才敢这么信口开河 我老爸注重隐私 向来把家人的身份信息 隐藏得很好 这才给了顾婷婷曾控子的机会 你说这周末 要带我们去你家大别墅烤肉 顾婷婷眼里闪过一丝骄傲 没错 我爸爸给我在学校不远的幸福小区 买了座别墅 方便我平时有空过去住住 婷婷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一闪而过 她说的别墅该不会就是 一个月前 婷婷老爸买给她的那个吧 上次婷婷过去 看了一回这个别墅 气派是气派 可惜太大了 婷婷一个人住的话 觉得得慌 装修也太豪气 不符合婷婷的审美 于是就这么闲置着 可是现在怎么突然就成她的了呢 社员们激动地围在顾婷婷身边 首富家的大别墅 哎 我能去吗 婷婷算我一个 我也想去 顾婷婷来者不拒 大方的笑笑说 大家想来的都可以来 小云心里冷笑 别墅的大门 是有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的 系统上只录入我一个人的信息 我倒要看看顾婷婷怎么进别墅大门 男朋友王浩宇约了我在学校操场 王浩宇是学生会会长 虽然家境一般 但是长得帅 能力强 人又上进 对我更是百分百的迁就 交往半年 我对她非常满意 决定在观察一阵子后 就可以带她回家见见家长了 浩宇 你知道顾志强的女儿吗 婷婷打算慢慢跟她坦白她的身份 浩宇却意外地看了婷婷一眼 你说大一的那个顾婷婷吗 没想到连王浩宇 都听说了这个假消息 这倒是让婷婷非常被动 婷婷沉思几秒 决定在打假顾婷婷之前 先不透露 她是顾志强女儿的身份 免得王浩宇觉得婷婷是在开玩笑 对 就是那个顾婷婷 没接触过 不熟 婷婷想想也是 王浩宇就是直男一个 能对顾婷婷有什么了解 于是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王浩宇很忙 说完就走了 这时婷婷对面来了一个人 一看却是顾婷婷 顾婷婷学姐 原来王浩宇学长 是你的男朋友啊 我看上她了 学姐 主动退出吧 条件随你提 从小的教养告诉婷婷 做人要低调 千万别学药 是以婷婷作为真正的首付千金 二十年来从来都没有说过 一句这么狂的话 今天却从一个冒牌货的嘴里听到了 婷婷冷笑一声 恶意满满 那你说说 你能出得起什么样的条件 顾婷婷高傲地说 学姐已经大三了吧 等你毕业了 我可以推荐你进故事集团工作 并且给你开七位数的年薪 就这 顾婷婷笑了 也就是说 你现在什么条件也拿不出 就想空手套白狼 顾婷婷丝毫不认怂 学姐 我希望你格局可以大一点 别光盯着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 她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顾婷婷反感 顾婷婷仔仔细细 从头到脚 用眼神扫了她一遍 然后悠悠说 你说你是顾家的大小姐 我不信 顾婷婷看到她的瞳孔急剧一缩 但很快找回气场 说的 我是不是顾家大小姐 等周末带你到大别墅看过 不就知道了 谁说有别墅 就可以证明你是顾志强的女儿 我不信 没准那个别墅是你租的 你这头发是刚做的 看着挺有光泽的 可你发质好差 以前很少保养吧 指甲做了美甲 手上也涂了粉底 看着精致 不过你的手指好粗 跟常年干活的人一样 难道顾家大小姐 平时还需要干粗活吗 衣服和首饰都是大牌 像是精心打理过的 不过跟你的气质完全不搭 你的穿着打扮 真是怎么看怎么别扭 该不会衣服是你偷的吧 原本就心虚地顾婷婷 被一句偷的 被刺激的炸毛 丢下一句神经病 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婷婷乐乐 她该不会真的是小偷吧 这天顾婷婷刚到学生会办公室 就看到王浩宇被顾婷婷纠缠着 顾婷婷是真的怒了 顶着我的身份插足我的感情 顾婷婷可以更不要脸一点吗 贾千金当小偷还不过瘾 你现在直接当小三是吧 我发誓 这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难听的一句话 顾婷婷本来就心虚 一句质地有声的贾千金 最能气到她发抖 顾婷婷 谁是假的 顾婷婷拉下脸来 还用我再说一遍吗 又吐又丑 谁给你的自信 敢冒充白富美 婷婷终于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婷婷以为王浩宇 是被纠缠的那个 理所当然地以为 她肯定是站在婷婷这边的 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王浩宇挡在了顾婷婷的面前 皱着没对顾婷婷说 顾婷婷 你少说几句 静静不是你想的这样 白天还跟我说和她不熟 晚上就叫上静静了 不是我想的这样 那是哪样 顾婷婷盯着王浩宇的眼睛质问 我这个人其实很好说话 但在感情里 我只喜欢对明目张胆的偏爱 我要我的男朋友 无论是错还是对 都只站在我这边 如果她做不到 那我就把她踹开 婷婷愿意听她解释 可她一个劲推婷婷走 我先陪你回宿舍 回去路上跟你说 顾婷婷指着顾婷婷说 不用回去 就当着她的面解释 现在有的是时间 你可以解释啊 王浩宇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顾婷婷见到这种情况 得意地笑了 事情就是 我对王浩宇学长表白了 浩宇学长答应给我一个 追求她的机会 听到顾婷婷的话 要说婷婷此时此刻的心情 简直可以用晴天霹雳来形容 不是婷婷对王浩宇有多深情 她只是接受不了两件事 第一 她看走眼了 看上一个墙头草 第二 墙头草放弃我 倒向一个骗术拙劣的丑女孩 她甚至还没吃到 顾婷婷给她画的饼 就这么倒戈了 婷婷转身就走 婷婷知道 她和王浩宇之间玩完了 因为婷婷有爱情洁癖 无法接受一个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渣男 王浩宇追了上来 路上她拼命向婷婷解释 婷婷 你听我说 顾婷婷问我 她能不能追我 我怎么回答吗 我只能说 这是她的自由 别的我真的什么也没说 求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不会接受她的 我这婷婷胳膊 一路从教务楼扯到了教学楼 放手 放手 你以为我读幼儿园吗 以为三两句话 就可以骗我回头 就在这时候 教学楼里走出来一个人 这人直接走到婷婷他们面前 你谁啊你 你没事吧 婷婷看向男生 一双大大的耳朵 她的脸有点眼熟 张小马 婷婷脱口而出 男生一愣 像是没反应过来 婷婷竟然知道她的名字 随即朝婷婷点了点头 她怎么办 婷婷看向王浩宇 王浩宇连忙对婷婷说 婷婷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好不好 刚才的事真的是误会 婷婷心里觉得很悲哀 这个两面三刀的男人 是不是一直把她当做好骗的大冤种 婷婷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 她改耍婷婷 婷婷就让她尝尝什么叫尝仔 都会情了 婷婷拿出手机拍下王浩宇狼狈的样子 婷婷边录视频边说 王浩宇 我们交往了两年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只要你在视频里再说一遍 你刚才说过的话 你说是顾婷婷在单方面纠缠你 你对她没有好感 你绝对不会接受她 只要你说了 我就原谅你 王浩宇 你敢不敢说 她的表情由红转轻 由轻转红 婷婷对她心里的想法一清二楚 如果真说了上面的这段话 那别说是顾志强的女儿了 换成是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女孩 都不会再接近她 而她不想错过顾志强的女儿 顾婷婷 我们分手吧 终于得到意料之中的结果 婷婷吃笑一声 冷静地关掉视频 王浩宇低着头直接跑远了 其实婷婷的心里 没有外表看来的那么平静 那一瞬间 婷婷真的特别想冲过去 一脚把她踹翻 再大声告诉她 白痴 我才是那只你想摊上的金凤凰 你曾经离机会 只有一步之遥 可惜现在永远错过了 但是我没有 我校园女神的人设不能蹦 我告诉自己 往好处想想 在我对王浩宇的感情 还没有那么深的时候 让我看清楚她的人品 也算是件好事 我回头打算谢谢张小马 一阵风吹过 带着沙子近了眼睛 我忍不住揉了揉眼 张小马却误以为我哭了 别哭 她不值得失去你 她会后悔的 婷婷心想 这人看着冷冰冰的 没想到还挺会关心人 知道了 第二天 王浩宇和顾婷婷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顾婷婷在艺术楼前遇到了他们 顾婷婷学姐 我没有见面了 顾婷婷吃笑一声 贾千金和劈腿男 真是天生一对 贾千金 你打听好对方的家事了吗 这么迫不及待的倒贴 小心到时候人才两空 学姐不识货 我识货 好与学长的价值 我比你更清楚 那周末的别墅之旅 我拭目以待 正在这时 张小马走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 恰好路过 不想看你输 来帮你一把 婷婷明白了张小马的话外之音 分手遇上前男友 谁没对象谁可为 她这是在帮婷婷找回厂子呢 婷婷点点头 轻轻说了句 谢谢 今天是艺术社开社团会议的日子 偌大的教室里 吴泱泱做了一大波的人 照顾婷婷召集了所有的社员来开会 其实是有个比较重要的事要宣布 故事集团旗下的艺术小镇 发来邀请函 邀约50名艺术社的社员 前往艺术小镇观光学习一个月 关于艺术小镇的来源 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大一那年 我竞选上了艺术社社长 一高兴就心血来潮 给老爸打了个电话报喜 没想到当天下午 学校就收到一笔来自我老爸的巨额投资 指明了要拨给学校的艺术社使用 要不是我强烈反对 老爸甚至想直接坐飞机 来我们学校 给我颁发一个荣誉勋章 为了让我做好艺术社长的宝座 老爸大手一挥 在城南投资建设了一个文化艺术集散地 名字叫艺术小镇 小镇引进了2000多家时尚企业 上百名的国内外顶级设计师聚集于此 因为我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老爸以公司的名义 跟校方签约了一个人才导入协议 对外宣称校企合作 以创业带动就业 打造时尚产业人才高地 学校每年都会定期输送 艺术社的社员进艺术小镇学习 久而久之 别人都以为这是合同里约定好的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所有的名额 都是由我来直接指定的 跟协议没有半毛钱关系 看到社员都来了 婷婷开始点名 美术系的张晓云 李丽 陈东 产品设计系的王卢远 以上50名同学 明天早上10点之前 在校门口集合 坐学校安排的大巴车 前往艺术小镇学习一个月 被点到名字的学生 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毕竟能去艺术小镇 对于学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机会 甚至在以后求职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优势 婷婷正准备说一些注意事项 顾静静的小跟班李秀星 突然跳了出来打断 学姐 你私心也太重了吧 凭什么选的都是和你要好的人 要说 我选的都是和我要好的人 那纯纯是种污蔑 首先 当社长最起码的要求 就是一碗水必须端平 否则他当能考上 这所大学的高材生 都是泥巴捏的吗 我不公平的话 谁能服我 其次 我也是要脸的 小镇就是我家 企业高管都是认识我的 输出一波关系 和我要好 但是无才无能的人 最后丢的还不是我自己的脸 所以不用我亲自出马 就有社员替我出头 你凭什么说学姐不公平 没错 这个名单里的人 都是公认的有能力的 而且大部分人都大肆了 需要实习的机会 你一个大一的新生 不懂规矩 瞎说什么 笑跟班总了 他小声说 静静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凭什么都是学姐说了算 顾静静之前 接二连三的被婷婷戳中痛点 心里早就滚了满满的火 借机整查证 秀秀说的没错 艺术社没道理 是你的一言堂 我提议重新选人 婷婷眼皮都懒得抬 艺术小镇不是故事集团旗下的吗 让谁去实习 还不是顾大小姐一句话的事 顾静静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不妙 立即拒绝 公司的事都是我爸爸做主的 我不会插手 安排各把人实习而已 怎么能算是插手呢 还有谁想一起去实习的 去求一求顾大小姐不就行了 小跟班看顾静静的眼神亮了 小云心里偷笑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没在理会黑着脸的顾静静 小云对需要去实习的社员 说了些注意事项 又公布了本学期的活动 比赛等等 然后宣布散会 会后张小马约婷婷出去走走 女生的第六感告诉婷婷 张小马对她肯定有意思 两次接触下来 婷婷倒是不反感的 于是他们一起去江边散步 婷婷边走边等的表白 可张小马东拉西扯的 就是说不出主题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我 张小马脸都僵了 半场后点点头 我喜欢你两年了 婷婷有点意外 那你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表白过 张小马头一低 向来冷硬的人 这会儿看着竟然有点落寞 准备表白的时候 发现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过我刚失恋 还不想这么快 就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你先别拒绝 听我把话说完 我比你大一岁 目前大四读的是医学专业 我家里条件还可以 父母都是民事里的人 我对自己的感情有了解 对你绝对不是一时兴起 我喜欢了你两年 也有终身爱你的打算 我很感谢 不过抱歉 我还是要拒绝 对不起 婷婷话还没说完 张小马脸色一紧 急忙打断 你不用这么快做决定 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先相处试试 可以吗 婷婷突然觉得 她还挺可爱的 仔细想想 似乎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让婷婷觉得挺愉快 既然这样 那不如就相处试试 好吧 那给你一次机会 宿舍里 前一秒婷婷 还回忆着张小马高兴的 想知二哈的脸 下一秒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什么 你让我相亲 和谁 婷婷老爸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你俩一家的儿子 小时候你叫他哥哥的 你还记得不 你幼儿园的时候 很喜欢跟他玩的 不是 为什么突然要我相亲了 难道我们家破产了 需要我商业联姻吗 不是的 其实是你爷爷给你和小石头 订过一门娃娃亲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还玩什么娃娃亲 我不认 不认 不认 当然不认 只不过这次你梁阿姨 突然提出这件事 再说我们两家也算三十只交了 这我拿好意思拒绝 乖女儿 你放心 我的意思是你就去见一面 事后我就说你没看上她儿子 挂了电话 婷婷觉得脑袋秃秃的 这个亲不相也得相 不过上有正策 下有对策 第二天 婷婷故意迟到了半小时才到 没想到南方比婷婷更拽 她还没来 又等了十多分钟 婷婷远远看着张小马走了过来 婷婷 是我 坐在咖啡厅里 婷婷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小马 也就是梁阿姨的儿子 昨天向她妈妈透露 她正在追求喜欢的女孩子 梁阿姨一向很开明 十分赞同儿子追求真爱的行为 但是她突然想到自家老爷子 曾经和顾家的老太爷 也就是婷婷的爷爷订过一门娃娃亲 后来张家去了京城 而顾家留在了江城 也为发展方向不同 所以两家的后辈交集不多 虽然谁也没把这件事当真 可梁阿姨觉得 必须要给娃娃亲一个交代 于是给儿子出了个主意 只要两人相亲一回 事后就说没看上 这事不就了结了吗 正好得知婷婷和张小马 在同一个城市 于是就有了这一回的相亲 婷婷哭笑不得 张小马却乐得眉飞色舞 她说我们是亲礼姻缘一信签 就在这时 婷婷手机上却突然来了个电话 是美术系的李莉 喂 什么事 学姐 我们到了艺术小镇 小镇工作人员 在清点名单的时候 发现有几名同学 和对方收到的实习名单不符 名单上美术系的张小云 和设计系的王卢远 等好几个同学的名额都没了 换成了李秀秀 承看这几个和顾静静 比较要好的大一新生 李莉的意思很明显 实习名单被顾静静动了手脚 婷婷突然想定 昨天她把实习名单 放到部里老师办公桌上的时候 王浩宇和顾静静也都在场 这时一定是他们干的 所以他们明知道 老师的办公室有摄像头 还是明目张胆的更换了实习生名额 婷婷想她大概猜到了顾静静的心态 她以为实习名额是学校安排的 对接人也只认名单而已 而丢了名额的学生 大概会认为小镇 是因为首付千金的命令 才更换名额的 也不敢闹事 她这是在读 可惜她注定会输 好的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 婷婷忍不住嘲笑他们的愚蠢 他们这是主动找死啊 随后 婷婷给艺术小镇的实习负责人 打了一通 电话两个小时后 顾静静的小跟班等人 就灰溜溜的被赶了回来 跟着一起来的 还有负责校企合作的王主管 王主管带着像安纯一样的几个学生 杀到了艺术系主任的办公室 把几个学生 私自更换实习名额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和系主任说了一通 李秀秀等人 自然不会白白背下这个黑锅 立马把顾静静给攻了出来 婷婷到办公室的时候 正听到李秀秀哭着解释 王主管 真的不是我们换的实习名单 我们只是让顾静静 给我们一个实习的名额而已 李秀秀哽咽着补充了一句 顾静静就是你们顾氏集团的大小姐 她爸是顾志强 王主管是认得婷婷的 为防她现在就戳穿顾静静 婷婷立即走了进去 王主管见到顾婷婷 连忙就要说话 婷婷就用安抚的眼神 示意她先别出场 婷婷还想看看顾静静 到底怎么进自己的大别墅呢 王主管清了清嗓子 我本人不认识顾大小姐 不过不管是谁犯的错 希望学校都可以公正处理 不要训思 系主任连忙点头 我保证学校一定会严惩肇事证 周末很快就到了 对顾静静持怀疑态度的同学 早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见见首富家的大别墅 顾静静对这一天也是格外重视 浩浩荡荡地领着几十个人 到了紫金山别墅的门口 这就是顾静静爸爸给她买的别墅 顾静静指着偌大的别墅 抿嘴一笑 看到真有别墅 原本认定顾静静造假的同学 心里也有点不确定了 人群里叽叽喳喳 羡慕开来 好大的别墅 不愧是首富的手笔 王浩宇也来了 一脸的鱼有熔烟 仿佛这别墅是他家的 婷婷约了张小马一起过来看热闹 婷婷一台下巴 直指顾静静 大门只录了婷婷一个人的信息 婷婷倒要看看顾静静 怎么静静 张小马漠不关心地扫了眼顾静静 把随身带着的水壶打盖 递到婷婷面前 喝点水 还真有点渴了 婷婷咬住吸管 咕咚咕咚喝起来 一群人在外面观摩了好久 顾静静终于走到门前准备开门 婷婷以为她要用指纹 或者刷脸解锁大门 不由地勾着脑袋去看 没想到她就突然按下了门铃 门铃 别墅里有人 我猛了 谁在别墅里 过了一会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 庸人打扮的阿姨 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把顾静静迎了进去 这下连张小马都露出了 不解的表情 婷婷赶紧给老爸 打去了一个电话 喂 爸 你是不是给我安排庸人了 没错 安排了个看房子的 五十来岁 姓孙 王秘书看的女儿 跟你是同个学校的 比较有缘分就选了她 怎么了 女儿跟婷婷是同一个学校的 婷婷一下子就瞄懂了 原来顾静静 是给她看别墅的阿姨的女儿 婷婷决定要把这阿姨辞了 另外还要告她 带人非法侵入民宅 很快 保安和警察就到了 而顾静静的烧烤party 才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蹲下都不许动 有人举报 你们非法入侵民宅 几名警察亮出证件 十几个保安 手持工具 一字排队 一群大学生那见过这个镇长 全都傻了眼 直到有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交代了一遍 为首的警察 才走到顾静静的面前质问 你说你是这座别墅的业主 顾静静脸色惨白如指 被当众揭穿身份的恐惧 让她说不出话来 她把求助的目光看向孙阿姨 期待她能说点什么 不用看了 警察事实打断 冷着脸说 我们已经和真正的业主 打电话核实过 这别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还不老实交代 想让我带你去局子里慢慢说是吗 警察的恐吓起了作用 孙阿姨脸色惨白 我说 我说 我是这里的庸人 静静是我的女儿 她说要带同学来这玩 我想别墅平时 空着也是空着 就同意了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跟静静没关系啊 这一下 人群直接炸开了过 顾静静是顾家庸人的女儿 她竟然好意思说 自己是顾家的大小姐 顾静静太扭了 论不要脸 我真的就服她 她竟然敢玩这么大 在一句句的嘲讽里 顾静静浑身发抖 然后直直地晕了 王浩宇的脸色惊得 好像见了鬼 死死盯着晕在地上的顾静静 像是要把她砍穿个洞来 闹剧结束 除了几名学生 被喊到警局做笔录之外 其余的人都回学校了 顾静静借着母亲 在顾家当庸人的机会 冒充顾志强的女儿的消息 第一时间席卷校园 成为人人差余饭后的谈资 学校迅速给了她一个 计大过的处分 但是等待顾静静的 还不只是一个大过这么简单 婷静老爸在给她买别墅后 顺便让王秘书 在别墅里准备好了 婷静的生活用品 服装 首饰 当然这些都是名牌 顾静静身上穿的 用的 伪装自己是白富美的资本 都是她偷用 或者偷卖别墅里的东西得来的 婷静让王秘书 核算好损失后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面临几十万的补偿 拿不出钱就有可能进小黑屋 另一边 许久没见的王浩宇 托关系找人带给婷婷一段视频 她想约婷婷见面 视频里 王浩宇憔悴不堪 右手举了把水果刀抵在左手腕 她深情地对婷婷说 婷婷 我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 我只想再见你一面 如果你不肯答应 我就把这一刀滑下去 我在贵宾酒店的606房间等你 王浩宇的行为让婷婷不迟 如果她约婷婷见面的地方 不是在酒店 婷婷原本已经打算 让事情就这么过了的 毕竟王浩宇已经声名狼藉 婷婷没必要再对付她 可她明显还在侮辱婷婷的智商 用自杀来威胁婷婷去酒店 如果婷婷去了 她接下来打算对婷婷做什么 婷婷心想 跟我玩心机 那我就奉陪到底 婷婷转头就把酒店名字 和房间号发给了顾婷婷 顾婷婷一直以为 王浩宇是个富二代 婷婷相信被债务缠身的她 一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自从婷婷设计 让顾婷婷和王浩宇酒店见面后 又过了半个月 王秘书说顾婷婷 已经把欠下的欠款 全都不及了 婷婷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顾婷婷还债的钱 肯定是来自于王浩宇的 王浩宇不清楚婷婷送她的东西 有多值钱 但是顾婷婷倒是清楚得很 不过即便是她拿了王浩宇身上的东西 不管是骗的还是偷的 那都与婷婷无关 这段时间婷婷和张小马正奉旨谈恋爱 对于这段感情 两家的长辈都非常看好 婷婷本人也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越来越沉浸其中 她们经济实力相当 相处的时候轻松又自在 完全不用想对待王浩宇一 小心翼翼顾及她的感受 她们三观和爱好相似 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就算彼此安静沉默 也不会觉得冷场 有时候婷婷甚至觉得 顾婷婷是老天爷派来帮她的 她一出现就用照妖镜 照出了王浩宇的真面目 还让她捡到了张小马这个大笔 这么说来 顾婷婷简直是婷婷的恩人 之后婷婷不再关注王浩宇和顾婷婷 只专心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学校又传开一个大新闻 王浩宇杀人未遂 被羁押了 下午五点的时候 婷婷和张小马正在吃晚饭 学校里传来了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 声音往湖边去了 等他们吃完了 才从同学口中得知 顾婷婷被王浩宇推下了湖 被恰好路过湖边的同学看见 于是报警了 顾婷婷被救护车拉走 王浩宇被羁押 又过了几天 婷婷从同学的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完整始末 那天顾婷婷到了酒店房间 敲开门后见到了王浩宇 她原本是想求王浩宇帮她还债的 王浩宇当然不肯 于是她直接迷晕了王浩宇 偷走了王浩宇的手表 还私自拍下了不少不雅的照片 她以此来威胁王浩宇 顾婷婷便卖了手表 之后还清了债务 但很快她身上又没钱了 她不肯回学校 怕被同学耻笑 可她妈要她面对事实 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 她没地方可去 又没钱住宾馆 于是只能用不雅的照片 威胁王浩宇给她送钱 王浩宇家境本来就不好 当然没钱给顾婷婷挥霍 可顾婷婷不信 以为王浩宇是因为 记仇才不肯给自己钱 她质问王浩宇 明明你身上的一块表就价值几十万 为什么偏偏不肯借几万块钱给我应急 王浩宇根本不知道手表的事 一再追问顾婷婷 才知道被顾婷婷拿走的那块手表 价值几十万 她当即要顾婷婷归还手表 还说 手表是婷婷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赶紧还给我 顾婷婷当然不相信 以为这是王浩宇找的借口 于是真的在校园网上 发了一张在脸上打了马的照片 来吓唬王浩宇 她没想到这一行为 会让原本就精神紧绷的王浩宇 彻底崩溃 王浩宇在湖边找到顾婷婷后 二话没说 直接就把她推下了湖里 刚好路过的同学看到了 及时报了警 顾婷婷才没什么大碍 不然王浩宇就真的成了杀人凶手了 这件事一出 轰动太大 情节太过恶劣 王浩宇和顾婷婷两人 直接被学校下了开除处分 从此以后婷婷也没见过顾婷婷 而王浩宇被判了刑 关进了小黑屋 婷婷去小黑屋见过她一面 王浩宇见到婷婷的时候 后悔不迭 泪流满面 婷婷 是我对不起你啊 我之前约你去宾馆 其实打算跟你发生点关系 最好拍下视频 这样一来 即便你不原谅我 我也可以以此威胁 继续和我在一起 我知道错了 老天爷一定是为了惩罚我 才让我被顾婷婷迷晕的 婷婷 你送给我的表价值几十万 是真的吗 顾婷婷点点头说 是真的 除了那块表之外 情人节送你的腰带 新年送你的兄针都不便宜 等你出狱了 可以卖了换点钱 还有 我忘了告诉你 我才是谷志强的女儿 王浩宇崩溃了 她替死横流 大声诅咒顾静静 又不停地甩自己耳光 婷婷看着完全没了精气神 仿佛老了十岁的王浩宇 回去的路上 婷婷有些感叹 原来前途光明的高材生 和铁窗里的囚徒 只有一墙之格而已 婷婷惋惜地摇了摇头 张桥马 紧了紧握着婷婷的手 对婷婷说 所以说 人可以贪心 但不能贪婪 如果不能控制欲望 那就只能被欲望摧毁 还好 我这辈子只贪心你一个 婷婷心里一暖 嗯 就这么说定了 一辈子 我们只贪心 对方一个人 对方一个人